我認為作為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 參政也都成功當選 是可以為年輕人帶來一個希望 他們都可以是一樣參政議政的 也都可以體現出 在原始選舉制度後 年輕人都可以有機會 1月3日 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後任議員 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監視下完成宣示 日前 香港立法會議員陳穎鑫 在接受中心社記者採訪時表示 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次立法會選舉 具有廣泛代表性 政治包容性和均衡參與性 也正因如此 才讓像他這樣的年輕人 有機會進入立法會發聲 對我來說廣泛的代表性 是代表著不同的年齡層 不同性別 不同背景的人士都可以有機會去參與 新一屆的立法會 因為作為我們一個社會的縮營 我們是可以有比較平衡的參與 比較平均均均衡的參與 也都是對未來我們在議會那裡作為代議事去議政 是對整體的社會的發展是可以更加均衡的 陳穎鑫表示 對比2019年反修理風波下混亂的區議會選舉 相信新一屆的立法會將擺脫過往亂象 營造健康的議會文化 然後選了一些什麼代表出來呢 就是他們為了自己個人的原因 為了個人的私利 一個個是跟著去辭職的 其實這些的做法完全是對不起市民 我相信也都不是一個好的民主体制 是希望可以達致的 我們一個民主制度其實都是為人民去留福祉的 1月12號即將召開立法會首次會議 新任議員們也即將正式展開工作 陳穎鑫坦言 雖然壓力很大 但壓力也是動力 她希望自己未來正式在立法會工作後 可以做到不忘初心 敢於擔當 希望可以做到本身我們自己的選舉主張 就是不忘初心 敢於擔當 不忘初心的部分就是希望可以秉承我們工聯優良的傳統 我們過去的前輩這麼努力在地區堅守的工作 但是敢於擔當的部分也是在新時代下 我們遇到很多不同的變化 我們都要敢於去擔當 敢於去嘗試 敢於去適應